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WIFT的UI 今天是第24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上拉消息提示框Action Sheet 在咱们用户页面建立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 是让用户要做一些个多项选择 比如说给用户几个选项 你可能是用我的A course B course C course 还是说就不用选择什么Course 在做用户选择的时候 其中的方法之一 就是使用Action Sheet 这个空间 让用户可以做多项选择 这个Action Sheet的特色 它是在画面的底部弹出一个View 这个View中给用户提示了多个选择 用户选择完之后 咱们的程序捕捉到用户的选择 然后再去做一些个处理 这是一个非常好用且常用的空间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上拉消息提示框 Action Sheet的基本使用方法 怎么用 马上看代码 今天的代码 我尽量给您做的简洁 而且能够马上让您知道 这个空间的使用方法 好不好 咱们看一看 就是这么一个Contain的主流 里面有一个画面的标题 没说的 然后大家请看这第二行 这就重要了 这是一个模板级的带状态的 String型的这么一个变量 它来记载着用户选择后的内容 一会咱们会看到该如何对它进行复制 好不好 接下来第三个 这个很重要 这是什么 这也是模板级的带状态的布尔形来表示的 咱们是否弹出Action Sheet的这个空间 好不好 其实咱们大家看我这么多课程之后 应该会了解 就是说 这个Suite UI编程 完全是数据绑定驱动 以数据为中心 数据发生变化 页面结构就自动发生变化 它是这么一个设计思想 您至少应该有几个月 甚至上一年左右 的编程经验之后 您能够理解它这套编程思想 我认为 怎么说呢 可理解也是挺好的一种思路 好不好 OK 先少叙啊 前三个变量介绍完之后 咱们看一下咱们页面的构造 我呢 采用是VSTAC给您构造 居中对齐20个间隔 好不好 接下来咱们看啊 咱们画面的主显示区的内容 第一个是页面标题 没问题吧 第二个大家请看 第二个显示 Message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是用户选择后的内容 会在这个地方呢 有所显示 好不好 下面是他这个修饰福利器的描述 这也没什么可说的 再接下来 咱们还有一个按钮 那么就说 当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就会打开这个Action Sheet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咱们设的等于处 对吧 OK 那么咱们接下来去看看众头 今天要讲解的Action Sheet 它其实是这么一个属性方法 对吧 叫做Action Sheet 和其他的空间一样 都提供一个 Is a presently的 这么一个属性 来标识的 我是否显示 还是是否隐藏 对吧 然后咱们把这么 模板级带状态的布尔形 这个变量 以地址 或者说数据绑定的方式 传进去 它呢会更新值 并把值给咱们返回回来 对吧 OK 这个就讲完了 然后是什么 然后是Action Sheet 里面的内容描述 这个里面 看起来可以描述内容 各种各样的 不对 它其实只能写这么一个Action Sheet 对吧 那咱们就看一下 这Action Sheet呢 其实是一个类 它给咱们提供了几个属性 咱们一一看一下 首先 它给咱们弹出 这个Action Sheet的标题是什么 这是一个自定义的view 对吧 然后Message是什么 这也是一个自定义的view 没有问题 接下来 它给用户提供了一组按钮 对吧 这按钮 今天呢 我这个课程给您定义了几个 咱们看一下 首先是默认型按钮 就普通按钮吧 一般的按钮都叫默认型 对吧 默认型按钮 它里面有一个文本框 有个按下之后的行为 咱们的行为呢 就是给模板机的Message进行复制 对吧 比如说第一个按钮 它是Option 1 那么咱给它 当用户按下时 咱们就把这个Message 附上Option 1 对吧 就看这么一个功能 对吧 还有Default 然后呢 Option 2 没有问题 接下来就不是了 接下来这个怎么念 Distractive 是吧 这个叫做什么 破坏性的 删除动作呀 要做删除处理了 要做删除逻辑的时候呢 会一定要用到这个指令 为什么 这个指令的显示和其他的略有不同 它会以红色显示 警告用户 你这个操作 这个选择 你可一定要注意 为什么 会伤到你的数据哦 就这个感觉 如果不是一般按钮 而是重要的删除操作的话 尽量使用这个指令 好不好 然后呢 这是Test的没有问题 Action也是没有问题 按下之后呢 咱们给Message进行复制 OK 前三个都是按钮 最后呢 咱们可能给用户提示信息的时候 用户比如说 不想让用户选择 对吧 不想让用户选择 对于用户来说 也是一种选择 叫什么 叫做取消选择 对吧 OK 所以说这还最后指令 叫做Cancel取消 输入文本 然后呢 Action呢 咱们直接在Message 附上一个取消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 好不好 咱们就运行一下 马上看代码 有时吧 我按照代码给您讲吧 好像很难理解 但是一运行 马上你就明白 对吧 那咱们就马上运行 OK 这个地方咱们建个APP 下一步 叫做MyApp 没说的 然后存到我的桌面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把它最大化 整理一下 接下来拷贝上咱们的代码 马上运行 立刻看结果 这些知识点呢 都是非常的简单 但是呢 您都是 如果您要想做IOS开发 都是要必须知道的知识点 您这些知识点都不知道的话 你怎么能做最基本的开发呢 对不对 好 Command B编译 看看报不报错 不报错 没有问题 咱们马上运行 我呢 一般都用8加这个模拟器 咱们就8加 然后Command加R键运行起来 咱们看结果 好 看一下结果 其实我还有一个这个 Mac Pro 那个运行起来 比这个 我现在这个电脑 慢的很多很多 而且呢 这个Mac Pro 可能是我年头长了吧 你只要运行 这个S Code 只要编译 这个风扇就拼命的转 拼命的爆错 拼命的发热 好 不说了 大家请看 咱们的画面主界面出来了 对吧 中间是个消息区 下面呢 是打开一个Action Sheet 我点击之后呢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会调用这个代码 让OpenSheet等于True 那么OpenSheet呢 是一个状态的 有状态的 不耳情 它会把它变成True 然后呢 在这地方呢 会传进给Action Sheet Action一看它是True 就会自然打开 咱们试一试啊 Go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没问题吧 然后呢 Title区也有 Message区也有 这个地方吗 Title内容 Message内容 这都没有问题 对吧 然后下面还给用户 提供了几个选项 标准的Default的 两个选项 Option一 Option二 然后呢 第三个是比较重要的 具有破坏性的选项 所以说您看到是红色 对吧 然后呢 下面还有一个取消按钮 对吧 这是大概给用户提供的UI 对吧 那么当用户点击 比如说Option一的时候 咱们代码中呢 会给这个Message 附上Option等于1 说明用户按下了1 对吧 那这Message呢 会在咱们画面上 显示出来 这项代码 对吧 所以说您看到 这是Option一 没问题吧 咱们再试试啊 比如说再选择一个Option二 二吧 没问题 再来一个 比如说咱们选择Option三 删除逻辑 这是三 对吧 接下来咱们可以选择 Cancel取消 取消 对吧 咱们在某一个状态下 可能要让用户 进行一些选择的时候 用这个Ished Sheet呢 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因为其实这样啊 用户多项选择 咱们为这么一个简单的用户选择 还单独做一个Foam 做一个View的话呢 成本比较高 能做肯定是能做 成本比较高 而用这个简单的选择的方式呢 其实对于用户来说 也是比较的方便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基础的技术 您一定要掌握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介绍的 也是非常用 经常会用到的一个组件 上拉消息提示框 Action Sheet 希望您呢 应该掌握 然后呢 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吧 好 那么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拜拜